哈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Sofia,艾薇姐 欢迎大家来到Sofia,今天吃什么 你们订阅我的频道了吗 今天要做一道排骨萝卜天妇罗汤 这是一道台湾大街小巷 都知名的一道汤 那 话不多说,看看我怎么做吧 先把这个排骨 丢下锅去 焯一下 这个还没化冰了,所以是整一块的 让它煮开 那我们这边就来切一下萝卜 萝卜已经削皮了,然后 要把它 萝卜把它切成小块的 小方块 先把它切成等份 每个一片一片等份 然后再把它切成 一块一块 这萝卜 剩的不多,只剩下这些 就像这样子 其实这样就够了 就像这样子 其实这样就够了 还要先切成小块 就够了 因为今天没有提早把它拿出来化冰 所以我们就让它再煮一会儿 把它 操一下 把整一锅倒掉以后再重新灌一锅半锅的饮水 然后我们再开始煮 好了,这又煮了三分钟 都已经煮开来了 然后这个雪墨子也都煮出来了 我们把它倒掉 火关了 清水洗一下 然后炉至锅内的粉末也给它洗掉 接水 我洗了一根葱把它扔进去 切两块姜 把火打开,开最大 搁点盐 米酒 大火给它煮开 煮这道汤 最好我家里有柴鱼片 放一点进去 这个味道对白萝卜是相当配的 这个增加一点的海鲜味 我们的汤 骨头汤已经炖差不多了 我们把这个葱跟姜都捞出来 之后把萝卜摆进去 把萝卜炖开 萝卜还要炖一会儿 把火开大 开大火 煮一下 然后我们再改成小火 这萝卜已经炖了45分钟了 我们把这个天妇罗放进去 再炖个10分钟 这汤已经把它改成小火了 刚才 就让它炖个5分钟 这汤已经好了 我们尝尝看味道 这个萝卜变成透明了就OK了 还差一点味道 再给它来点盐 给点胡椒粉 怎么样是不是特别简单 怀念家乡菜的时候 做上这道汤 特别棒的感觉 那你们喜欢的话 帮我点个赞吧 然后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 我们明天见 拜拜